好,今天七的周末吃碗麵,只有何亨,留守直播室 因為我現在負責搬運的工作,以及要安排一些同事 現在這一分鐘有趙博士和何亨,趙博士你好 何亨,你好 趙博士,我們再幾集研究一下究竟搬運後,如何補充更好 水墳,湯水 我們研究一下有什麼湯水,幫總監補一補 上個星期就講到關於休息的時候,我們經常都有個誤差 就是睡覺前吃甜食會比較好睡 也列了一些吃什麼,是不是真的有用 又或者吃甜食多睡覺會怎樣影響 今天繼續,我們都是用這個話題 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好的睡眠質素,以及吃得健康 嗯,嗯,嗯,好看你的觀眾是什麼歲數的人 不過什麼歲數都不要緊 遲早呢,我們大家都會上年紀的了 上年紀呢,如果剛好吃甜食呢 大概每十個人,有兩個至三個左右 就會有肌肉衰退 而這個呢,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Sarcopenia 其實呢,你行路啊,你的力量啊 所有東西都會少了,它不是一次過的 慢慢慢慢 Segください 有时候搬送三年里帚家 늘一袋以上 买了些东西回去 也知道住在美国有很多东西要自己来 A führt等以でした interviews 以前是很多这些 人家牠如果有很多糖分 有机会屈陷, 屈陷未必是屈陷你自己出事 可能肯住肯住痛 那一刻, 如果你的血糖做一个讨论 就是说, 血糖是稍为高一点 吃完糖分之后, 血糖会高一点 高了之后, 会影响了Sarcopenia 会影响了, 然后他还说, 在16年里 他做了一个讨论, 加减了6年 因为不是每个人会陪你做这么久 他发觉, 高些血糖的人, 稍为差了 他们说, 原来如果血糖低 你反而可以保住自己的肌肉久一点 通常做了, 你不会想着血糖的 你不会想着吃什么糖的 吃糖的人, 喜欢吃甜的人 又不会想着有真甜或假甜的 你真的不是在想着这些东西的 你是在想着吃那一口蛋糕 或者吃那些甜品 没有想着会做了自己的 所以, 当你弄断了的时候 你不会想着原来是那样东西 或食物是这样的 甚至你知不知道吃甜品 吃了甜品, 应该是拆芽 你知不知道吃完甜品 即刻拆芽, 又是不好的 有很多关于甜品 甚至做糖的研究 我刚才说的这几位专家 他也不是很出名的 因为卖糖的公司 卖甜品的公司 都不会很购买他 说完这些东西 不用做生意吗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你要找到人和你研究 研究又要这么久 还有, 你在哪里找那么多人陪你 去吃甜品之后 看看他的身体会如何 你会说明有机会不好的 所以这位博士 找到六十个人陪他做十六年 他要加个加减六年 加减六年 因为有些人都喜欢做久一点 原来继续做下去都不要紧 有些人就说不行了 这个就是那个发言 发言在2017年登了出来 登了出来 开始多人留意了 发现原来有假糖 假糖当然要靠个人说明是假的 吃下去之后去了哪里 你去了肝 所以肝又要消化它 那这些消化系统 这些东西 有时身体都没有试过 又看看行不行 新东西 他们都要先适应一下 是的 那他们适应那一刻 有些人就适应到 有些人就适应不了 是的 有一次 你知道Cindy有一次 她和我做访问 我们说起 吃水果 那次不知道你是否在 她说起 她喜欢吃西瓜 吃到夜马克 设定了几个 然后夜马克起床 多吃几个 好像你也在 不知道你是否在 有在 是的 赵博士你说得对 其实我自己家 现在冰箱 又是 刚刚昨晚 就切了几个芒果 切了一粒 放在冰箱 就想着吃完晚饭 就吃几粒 看看电视 乃 either 不 就算是失去了 不是太好 也不是太好 跟赵博士说了 关于这个血糖低 大家都可能是有某种感覺 因爲 暫時提到 可能那些健康商品 就未出得这么先进 像现在有一帮 爱健康 或者是全能健康的朋友 都带着一些 或者一些儀器 靠著自己心跳多少 整體整個人的狀態是怎樣 現在沒有這麼容易看到的傷份 我們怎麼覺得自己血糖低呢 很健穩 精神 沒錯 很多年輕人的考試怕緊張 接著又影響血糖 又吃不安 接著又帶點巧克力去考場 這個習慣是否不太好呢 我們要知道在這個世界裡 2022年 我們不是一個缺的世界 你去回1943、1939、1949 那些世界是缺的世界 現在是多於頭 你連買牛仔褲也有十幾二十款 你喜歡蘿蔔褲也有 直切也有 以前那些bell bottom也有 什麼都有 現在還要是 你買大馬 其實它寫著小馬 讓你開心些 什麼都有 現在的問題就是 多於頭 你想想 很多東西是看不到的 現在在這個節目才說起 但很多東西是看不到的 譬如像COVID 很多人就看見COVID 因為身邊的人有病 但是 在管理裡 你知不知道 現在又有Monkey Pox 可能聽過 那隻猴子 另外還有Tomato Flu 這些全部都是病毒一種 這些病毒就很影響我們身體 但是你知不知道 那些菜 那些水果 那些雞 都很多病毒 現在 你知道之前雞溫 或者牛也有出事 豬也有豬流感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病毒走出來呢 他們有一個study說起 就是說 跟農藥很有關 因為農藥是會減低抵抗力的 那你減了你的雞的抵抗力 那些雞就病了 那病 雞的病 找誰去醫治呢 那當然是找獸醫 但是獸醫又不是醫治人 所以變成獸醫 現在立刻迫思 然後再和大家探討一下 農藥那方面 好 好 所以你知道幾樣東西合起來 一 就是這個 農藥 二 就是糖分 然後第三 就是人 衰老 你會看到 首先看不到的東西 糖分高 然後糖分高之後 然後人衰老 你不會覺得自己老了 那這三樣看不到的東西 合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忽然之間 那些東西壞了 然後整齊了 整齊了一會 下一年比今年還壞了 不過好了一點點 然後就一下子 踩到瓶裡 那其實不是一下子 是一路 就是 為何在白頭髮上看到 但是 有時候你不會看自己 看著看著看著 連假底磨都白了 我白頭髮 其實那些我本來都說 那些男士那些 譬如你現在有很多醫師 那些中醫師 又說什麼 男士虛 那些又吃黑木耳 我們上個禮拜說了芝麻糊 關於頭髮事 那些芝麻是什麼花蝦 是的 我們玩一集可以說一下這些 可以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說 你看不到的東西 看不到的東西 就是陷阱 因為你變了 起碼你銀行口 看實它 有些人每天數 每一元都數 但是有些人是不看的 還有就是 我們不是每個都留意 再加上那些東西難看得到 那到處 就算看不到 你記不記得說 那些時候 咬口罩戴還是不戴 那些國家都拋頭 那現在 那些人就說 完了 應該完了病毒 就再好 不是 完了這個病毒 我們一直留下來 我們繼續延續 好好好 好 所以看不到的東西 是我們最大的對敵 沒有想著看不到 它就不存在 你不會看 可能你不會看 或者你不是看那些東西的專家 我們繼續 好 今天周末吃碗麵 兩位男士 撐桌 和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在休息之前 有一次博士 跟我們說了 關於一些食物的農藥方面的問題 究竟我們眼不見 又或者 不是太接觸到味蕾那方面 或者看顏色 我們都不是這麼專業的 我們總之是 有一些太大隻 大大見 有點害怕 有些豪華的東西 這一個的轉變 都要留意 我們這個時候 請回趙博士出來 趙博士 好 好 剛才說起 看不到的東西 開始就說了 糖 你又看不到 現在的糖 都變了 又有真糖 又有假糖 接著又影響血糖 血糖你也看不到 通常 血壓 你也看不到 血壓 通常 到爆那一刻 比頭高 你不知道 你不會想到的 所以 血糖 你還是要刺自己 那一刻才知道 但血糖高了 高了 高了 高了多久 又會怎樣影響身體 這些是很少人知道的 我剛才說 就當沒事的 對 當沒事的 繼續 好 第一個見不到的東西 就是糖分 第二樣東西見不到 就是農藥 見不到的東西 第三 就是農藥 令到雞的抵抗力低 平時的食物 豬牛 雞 那些 變成 其實 如果你想想 有多少人要吃豬牛 和雞 就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人要吃 還有好一點的菜 有些生果菜 就是普通的 便宜的 例如薯仔 薯仔便宜 但當你變得富有一點 我不是說 這個世界 以前有缺的世界 變成富有的世界 就是多東西選擇的世界 你就不會選擇吃薯仔 你不會選擇吃椰菜 你當然要吃美麗的 例如豆苗 當然要吃豆苗 為什麼要吃椰菜 當然的分別就是這樣 就是外面叫菜 叫一碟椰菜回來吃 你當然不會 對吧 所以變成 我們看到 越是菜 越是人富有 他選擇的食物 根本社會負荷不了 它又要便宜 變化多了 對 就是吃肉 吃麵 對 所以用農藥 又要多了 不只是多些農藥 是花筍也不同 就像牛仔虎一樣 就是殺的功力 又要厲害些 變成 副作用又要多些 又影響雞 又多些 影響到抵抗力之後 很多這些 paper 是說這些東西的 但不是多得很緊要 因為這些東西少人說 但是有 說到農藥 現在就是 還有就是 哪些人會不吃農藥 就是吃有機的 就是怕吃農藥 他都自己知道的 但是 除了吃有機的 其他人就沒得選擇 你一不吃有機 他有農藥 就有農藥 如果他後面正在改動農藥 一直在做 因為他負荷不了 除了你想吃的菜 還有其他有真菌想吃的菜 還有昆蟲想吃的菜 亦都有老鼠 譬如你釣了叉燒 在那間辣味店裡 晚上一刻 你猜一下有沒有人走過來 舔一下他 咬幾膽 有蟑螂 有老鼠 那些港產片的恐怖片的條件 對嗎 這樣就變成了 讓你想想 其實有什麼問題 例如你吃人的口水尾 吃老鼠的口水尾 有沒有問題 當然有問題 因為在那個世界裡 他就是想留多些給他自己吃 所以他的口水有問題 他舔完 你吃回來 你會有病 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走出來 但問題就是 倒捨羅蟹是怎樣 就是一次過 我們經常看不到的東西 忽然之間 現在看到了 今天聽到的節目 忽然之間 就是通了眼睛 現在明白了 難怪我 我下一年的身體 原來要更加注意 因為不是不存在 是一直存在 一直在搞你的 不過你去到某個歲數 你的抵抗力 自己又差了些 原來肌肉又會收縮些 原來每十個 有兩個是這樣的 所以萬一你其他 一直在增加的時候 你不知道 那我就和你上次 在這裏 相關的項目 談談 就是晚上的運動 晚上的運動 你知不知道 你說你切了些芒果 很影響晚上的運動 當然一次兩次 不要緊 好像Cindy 有一次她說 她吃完西瓜 就馬上睡覺 切好了 我很想問她那一刻 我就說 那你需要不需要拆牙 你會不會吃完西瓜 即是你不拆牙 或者你拆完牙 會不會睡得回來 因為你剛才拆完牙 然後晚上 但你知不知道 其實有一個Data Set Data Set很重要 就是原來她不拆牙 如果我們要問她 她今天不在 如果她是不拆牙的 即是她百毒不侵 是吧 她百毒不侵 不拆牙也可以不拆牙 是吧 很厲害 但也要用清水 拿一拿一拿一口水 不知道她有沒有 可能她吃完 就去吃咬豬 可能這樣也不太行 但如果她是這樣 下個星期問她 如果她這樣 即是她百毒不侵 要多些跟他交朋友 为何他百度不侵 但你知不知有个数据设计 如果他真的不刷牙就是对的 因为吃完甜的东西 如果马上刷牙 就对牙刷不好 如果吃完甜的东西再用牙刷再刷 因为甜会变成酸 而酸就是再加上牙刷牙膏的刮刷 原来会令牙刷多了机会注牙 如果马上刷 当然有一定年纪的朋友 他都习惯了 Covid 之后都有见到他们的习惯 就算是在办公室工作 他们是吃完每一餐 甚至是一吃完 就会拿牙刷和牙膏去洗手间刷 现在我身边的人都很多是这样 这个情况是否 不要只是休息 就是睡觉 如果是一个这样的习惯吃完甜的东西 立刻刷是否都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这些就是问得对的 我们有多少时间 好像没什么时间 没时间的了 最后一分钟 好 那变成了 我一看一看 时间不多 简单说 就是说 第一 就是 擦牙 又是好又是不好 吃完东西之后 看你吃了些什么 刚才我说吃得甜 会变成大酸的 如果你吃些蛋糕 你就知道就是 那一刻里面 就不要立刻擦牙了 应该怎样呢 难道扭得它在里面吗 应该是浪口 浪口 然后才擦牙 很重要 第一是这个 第二就是 如果你吃完些不甜的东西擦牙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它擦牙 它那个又是对的 所以变成了 我们不是一次过就黑 或者一次过就白 有些黑里面又要有些白 白的东西里面又要有些黑的 因为如果你一次过做了 好像有些人睡不着 讲完农药那样东西 原来那些农药 塞住了它的melatonin receptor melatonin 身体会制造 令它帮你睡觉 自己制造的 不用去买的 但是如果它 它塞住你的receptor 那你又要在前面影响它 可能喝牛奶 但如果它仍然塞住receptor 你喝了牛奶 做了多些melatonin 都没用的 如果细胞不肯做melatonin 那你可能真的要喝牛奶 令它好像哄它去做 但如果你给它一些melatonin 它现在说不用做了 要好看 真是叫做depends 看那个情况 现在今时今日要看情况 不是看一样东西就搞定了 没见这样的事 OK 朱博社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 同样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要留意着 今天我们提过的话题 农药、食甜的对休息的影响 还有你吃完甜的或者咸的东西 是否立刻刷牙都对大家是有没有益处的 下集再说 谢谢赵博士 谢谢 拜拜 拜拜 所以你发觉这些东西说不完 身体健康 那么多不同的人研究 但就很少人去 看和说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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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好 我觉得我们的生意 是吗 说一些看不到的东西 不是看不到的东西 其实看不到的东西 我也觉得值得去 例如我之前在香港 这些未开始接触的 我都去了一些农场 和一些农夫经过 那你也有点熟悉的 你也知道他们的辛苦 那个命辛苦 是 没错 有些农夫是年轻化的 他们也说了几样东西 譬如我们现在在超市市看到 那些很漂亮 颜色很灰烂的菜 后来其实已经做了很多 做了手脚的 下了东西 习惯了消费越漂亮 没有烂就好了 但是我说了几次 因为我们是帮香港电话拍的 哦 那他 你传给我吧 我去看看你说的那些东西 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 我找到我传给你 其实他们都是一连串 做不同的行业的 他说了一件事是很好的 他说其实现在 我手上去找了一些 他们刚刚收割了一些 红萝卜 番茄 其他那些菜 他说现在最 这些就是没有农药的 你看到那个样子 你想不想买 是的 第一个样子不漂亮 那变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多少钱 当你计算 你又不多 你又贵 对不对 然后每次不一样样的 每次收成 同一季里面 都不同样的 那你问我 我怎样选 譬如你知不知道整个行业 关于 厨师这件事 就是要做到一些东西 一样样的 看上去很英俊的 那些货品 来到都不同的 那些刀法 那些切法 就是变成 当你有一个社会的 context 改变时 你又会有一个工业 去习惯的 如果很容易找到龙虾 那当然 那些龙虾师傅 会有些多些 但是有日 找不到龙虾 做龙虾师傅 也没什么用 就是有很多连串 下去 那个 daisy chain 下去 是会影响的 刚才讲的 我们真的太过富庶 我们个性 个性到是什么 我昨天有个博客 分享 几个龙虾 比如在不同的地方 吃龙虾 吃豪华 其实我有个 我不喜欢 吃鸯的 吃鸯的 大家都 说了 你想想 你这些食材 吃到是可以选哪一种 先吃 真是个性 但又不是会吃 其实是吃错了 是吃错了 就是了 就是了 当你选择人养 这个是很好的topic 就是人养 你知道人是什么性格 就是他做什么 人做什么会做养 通常 天才会有这些东西 天然 但是人养 就是说他觉得是有盘生意 值得做 为什么要人养呢 因为现在 搞不定 外面 已经那些 农药 和污染 除了农药 还有污染 污染 我们 够多人 和 够多 经济上的 东西 就会有污染 我们发觉 那些东西 如果人养 就不用做什么 他就会健康了 因为他没有污染 和 可能在一个 温室 但是他不是真的一个真的温室 那条鱼没得游泳 还有他吃的粮食 都是你给他的 平时在海里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不如我自己 抹几 因为他才能问我 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几集 说 这些东西 很多人 字样 因为我们可以很负重 我们可以分分分别类地说 可以 你想想 如果人每次都是同一个人去听 那他当然是一一集集 但是如果每次都不同 反而你喜欢怎样 怎样说都可以 所以你看 你应该要做事的 你要回去做事 我现在要 我现在要 Sindy刚刚打给你 是吗 新office 好好好 你保持联络 或者你一想到什么 你随时找我 好好 OK 好吗 谢谢你 sounds good 拜拜 拜拜 那我们看看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那我就尝试 就是用这个角度 去和大家讲 为什么我们会 就是那为什么 值得问的 为什么我们会 真是很努力 很努力 去好地地 或者有些人不努力 不努力 然后忽然之间 你看到忽然之间出事了 你说不是呀 要努力一点 那个问题就是 当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和平时不看的东西 我们的努力 其实是有时候向错的方向 好像拆牙 那么简单 就是 原来有data set 就是说 在Mail Clinic 出来的 就是说 如果你是吃完甜的东西 马上拆牙 那些甜的东西 会令到有acid 酸性在牙上 然后你的牙刷 刮到上面 就会令到减低 那些牙的enamel 然后就搞到 有注牙这个问题 那么他就说 那怎么办呢 因为不拆牙 它又是有acid 然后 又是有机会的 可能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 一些瘦口水 或者浪口 但是如果你的瘦口水 比如毒的那些 或者有那些 吞了一些下去的 你又 瘦完口之后 不拆牙 吞了下去 又不知道会不会 搞到身体 一些细胞 不接受 然后又出事 其实 其实一个 一个 周围都是地雷 周围都是陷阱 还有最惨就是 这些陷阱 搞完出来 你不会 立刻知道有问题 不会立刻知道 所以我 用这些 就是同星岛那里 或者其他一些访问 去讲一下这些 Topic 就希望帮到大家